就是一樣做錄製 就是再把它錄製 然後再把那個步驟 就是錄製完之後再修改 不過顯然好像效率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重複的東西 你不需要重寫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切到那個Visual Basic裡面 把剛剛我講的那個 就是通訊 就是第一個把它複製 把它貼到下方 然後把它改成3 那名稱不一樣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這邊已經做好了 但裡面的話它藍處不一樣 所以記得你可以自己修改 那其實自己修改 相對風險會不大 只是說它 我覺得有的時候 相對的效率 你在產生程式的速度也會比較快 因為有些東西都一樣 那你為什麼 等於是說 如果你重新錄製的話 感覺會比較浪費時間 所以習慣上這樣 乾脆你就把裡面的程式做修改 那改的部分 也大概注意 就是你幾個地方 比如說我們今天第一個 一定是插入那個1欄 所以就把那個裡面的colum colum指的是欄的物件 裡面的話呢 就原來c到c 把它改成1到1 第2的話呢 在哪裡輸入呢 那 在那個 E1裡面 把它改 c1改E1 然後呢 公式部分的話呢 本來在c2 把它改成在 E2 然後底下的話 向下填滿 一樣改成 E2 然後底下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改 destination 後面的話 autofill是自動填滿 destination是那個 你要填滿的目的到哪裡 哪個範圍 特別說不是c 一樣是1 所以這邊的話 只要看到1 幾乎都把它全部改成 裡面只要是c 都把它改成1 那改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執行看看 執行的話呢 一樣就是可以直接從這邊 上方有一個執行鍵 我把這邊一樣按執行 但是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說你按執行它全部跑完 可能會出錯 也可能會是正常 剛剛細節你如果看不到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按 游標放裡面按F8 按F8的話呢 它會一行一行慢慢執行 所以呢 我們先這一行 先在E欄插入一個 新的空白欄 OK 那你會發現這一行 它就照我們的方式 在這邊插入一個空白欄 那接下來的話 在E1的那個出聲歌裡面 輸入 輸入名稱不對 產品名稱可能要改成區域 這邊可能要自己改一下 所以 逐行逐行跑的好處是什麼 你可以 放慢速度 因為城市有的時候 跑太快 你會發現呢 你細節有時候沒辦法再看到 而且沒辦法馬上修改 那按F8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逐個逐個再去看 然後呢 這個錯了 反正你在 還沒發生錯誤之前呢 就先修改 或者是說 你可能剛剛好 假如說 如果你還沒發現 可是你卻跑過去的話 其實假設 我們 你忘了改 然後你按F8 過頭了 產品名稱不對 那怎麼辦 其實呢 在這個環境裡面 我覺得它蠻優秀的地方 就是說 如果你做錯了 你可以往上改 但改完之後的話 你不用重新再去執行它 有個好方法 你可以 前面有個箭頭 你這個箭頭可以往上拉 往上拉的意思 你可以讓城市重跑一遍 這個其實還蠻不錯的功能 按F8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我修改過的 它會自動幫我把這個東西 其實就丟到哪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就這個位置 它的關聯性大概這樣 所以未來 其實慢慢你們也可以整理出 一套固定規則 反正在Excel裡面 你要丟什麼東西 到哪個位置 寫法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以後 錄製完之後 你會發現蠻多地方 都可以 改成你要的樣子 然後 再來的話 就是說 丟公式 丟F8 但是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 奇怪 出現錯誤了 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公式是給那個什麼 這個公式呢 是給那個 我們剛剛查 什麼 產品名稱用的 是這個 但是在這邊 好像似乎 不對 哪裡不對呢 其實你輸入之後 你會發現 這邊的話 第二 這個第二對 那這個對不對 K2到 K4 K2 J2 J2在這裡 不對 好像差幾個 差兩欄 應該在這裡 那 這個地方 K的話 也是差兩個 那 4的話 好像 他到這邊 好像應該到5才對 所以其實 假設 你如果要改的話 你可以這樣 就是直接 在這邊 看一下 到底哪裡出錯呢 其實主要 他會有出錯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V路函數 後面的話 R 跟C 那特別注意 這個R跟C 基本上呢 指的就是 R是列 藍的話 C的話 是藍 那你會發現 那個中瓜糊裡面呢 放的就是說 如果你要向 右的話 C後面 向左的話 就負的 所以呢 他基本上 以哪一個儲存 以這個儲存格 為基準 往前一個 有沒有 負1 那往右 往右的話 那就正的 所以呢 它這剛剛 差兩個 那我們可以 可以改成這樣 這邊可以改成 如果他剛剛是追 所以我可以向右 再多兩個 七個 這邊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 7 然後 這邊的話 6的話 可以把它改成 6 6再加8 OK 那 列部分 後面 它有4 其實你可以把它改成 5 這樣子 OK 當然跑過之後 如果你 改完之後 你要確定 說 OK的話 其實你可以 再把程式 拉回來 再讓他 再往上拉 再按F8 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 結果 是不是我們要的 你會發現公式 丟過來 丟到這邊 你會發現 結果是OK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是不是 我們要的 沒錯 不過 跟各位講一下 當然 你用這個方法 是OK的 但是我個人 比較不喜歡 為什麼 因為你還要再算 相差幾個 然後呢 有時候是在算很累 而且 尤其是你的距離 越遙遠 可能藍數 已經是差了二三十個 你幾乎要慢慢算 所以有個更簡單的方法 什麼方法 你直接怎麼樣 乾脆在這邊 重新把這個公式做完 做完之後 另外一個方法 比較人性化一點 你就把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直接 複製完之後 記得要取消 因為如果你沒有取消 你切到那個 這個VBA的環境 他點不下去 不是當掉 因為你優標還在這裡 所以按取消 然後把這個公式呢 直接就給他貼到哪裡 直接貼到 剛剛的那個什麼 就是這個V 有沒有 這個原來的公式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先刪掉給各位看 就是留下原來的雙引號 把剛剛的公式 直接貼上就可以了 這樣可不可以 也可以喔 那這個是比較 我是覺得比較人性化一點 不然的話你剛剛用 錄製的 它是指的是相對位置 那相對位置有時候 哇 電腦可能他自己在判讀很方便 但是我們 人不一樣 因為人跟電腦其實還是有落差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公式貼到這邊來 OK 那我們 試一下 如果說OK的話 你可以把它再往上拉 這一招的話呢 按AF8 其實結果會一模一樣 它並沒有改變 它其實就是 把那個公式丟到那個格子裡面去 那一樣呢 再讓它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OK 這樣子的話就完成了